近日,科普雷网红丁香园旗下的系列微博账号遭到全线封杀 这个在疫情期间一直为大家绑架护航的自媒体账号突然被消失了 还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据了解,丁香园微博矩阵丁香园、丁香医生、丁香妈妈、丁香生活研究所、丁香园用药助手等账号 目前全部处于禁言状态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而实际上随着不少网友传出的有关丁香园的各路骚骚作 我们发现,如今这个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丁香医生其实并不简单 丁香园在华人圈中有着不少的关注者 其中主账号丁香医生,粉丝数多达598.4万 微博账号丁香园粉丝数量为217.3万 粉丝数最少的是丁香妈妈,也积累了11.4万的关注者 有媒体记者在封禁后,第一时间联系了丁香园的工作人员 得到的回复是,公司部分社交媒体账号因平台要求 做临时性的调整,封禁30天 但是详情不是很清楚 但很显然,这个说法并无法解释 这次丁香园全体社交账号遭遇集体禁言的不寻常操作 事实上,在丁香园被禁言后,有不少未卜先知的网络大神 列出了不少罪状,并直言被封是早晚的事 说起丁香园的称名,离不开曾经全网打假的几篇网络推文 2017年12月2号,丁香医生发表了 一年狂卖7.5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 揭露沙普埃斯养养水的虚假宣传引发了网络广泛的讨论 此事件也惊动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的12月,丁香医生发表了《百亿宝剑帝国权剑》 和他阴影下的中国家庭 引发巨大讨论,成为市值百亿的权剑帝国崩塌的导火索 这次事件也让丁香医生声明确起,尝到了流量的天头 丁香园系媒体矩阵经过多年的发展,赢得了大量用户 在医疗科普领域,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正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依靠科普扫盲积累了大量粉丝后的丁香园系 开始了剑走片风 这首先就要从他背后的资本说起 有网友巴出,这家最初成立于2000年的数字医疗科技健康企业 在经过了多轮融资后 最大股东摇身一变,变成了美国资本 在最近的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中 我们可以看到,智信资本为本轮的领头方 而这个资本背后却为美国大学基金会 再往前翻,美国大学基金会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的 作为医疗领域的头部网红之一 被境外资本主导,始终会让监管机构逐坐枕战 确实,在丁香医生最初的几战成名后 丁香园系的运作就开始变了味儿 比如2021年,丁香医生在其健康日历中表示 喝无糖的碳酸饮料不会损伤牙齿 内容一经发出,该说法就受到大众和专业人士的质疑 同年,田园主义全麦面包遭上海市保健委典名 称其虚标营养成分,实际热量,远超,标示值 而摄氏肉包介绍页面上著名了丁香医生推荐字样 至此大家发现,曾经怼天怼地 一向百事实讲真话的丁香医生 也开始向利益妥协,向带货靠 不过,如果仅仅是几次不严谨的科普加带货 顶多会受到监管部门的批评指证 最不至封号 而接下来一些网友的揭露 恐怕才是其背叛死刑的主要原因 今年4月17号,丁香医生发布的文字 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 刷爆群网并引发巨大的讨论 文中似有所指的表示 一种不能预防新冠的药物 被大批量发放给没有感染的健康人 这本身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并认为,给健康的市民发放莲花清瘟真的没有必要 除此之外,大家还发现 丁香医生多次推荐美国辉瑞等抗疫药物 这一前一后的对比 显然与当下的政策格格不入 网友们还翻出了丁香园多个账号 曾发布大量反对中医观点的内容 例如,习惯晚睡对健康未必有害等 这相当于和中国传统医学直接唱起了反调 一边是利用自己的科普标签 电商带货做了风生水起 一边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暗戳戳的做一些反旋转的小动作 丁香园系确实已经走在了红线边缘 而说起这次封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有网友爆料是一篇小短文引发的连锁震荡 8月8号,丁香医生在自己的平台上 发表了一篇名为 朝鲜所有新冠患者均已痊愈的小短文 同时文中还附上了朝中社报道的截评 此消息在丁香医生发出后 第一时间在新浪、网易、凤凰、微博等各大媒体平台 都有转转,但目前所有的转转消息都遭到了404 消息发出第二天 丁香园系所有账号在全网立刻遭遇封杀 有分析指出 朝鲜的国情与中国大不相同 丁香医生的这条小短文 对中国现如今实行的动态清零防御政策 是一种无形的讽刺 信息本身却无意义 但很难不会让看到的人浮想连天 由此可见,好好的科普不做,非要夹带私货 丁香医生在未来是否还能重回互联网平台中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